词曲 李宗盛 欢迎收看Minecraft银河战士 我是尼亚斯 这是一张单人的枪战地图 不需要模组的 它的版本是需要1.10.2 请不要用其他的版本 然后应该是单人没有错 因为我自己私底下试玩了一下 我发现他的格局真的很像单人 所以我非常建议使用单人 多人的话一定应该会传生错误 那这样地图的载点 我就附置在影片下方的完整资讯 如果你是用手机或是平板看的话 请点击影片的标题 就可以打开完整资讯 里面就有一个地图的载点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点Minecraft Download World 应该是吧 我看一下 对 Download Minecraft World 就可以开始下载 里面应该还会再进入一个网站 然后再点一个绿色封底的download 就可以了 这样 这样应该不会很难吧 对 好 那可能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我在这边稍微解说一下 让我解说个一分钟左右 希望大家耐心听一下 这样对你有帮助哦 这样 好 总之呢 我的影片呢 会提供所有 比如说我如果要玩这张地图 我就会提供他的载点 或是他必须要的模组之类 等等等等 就是反正我在这款游戏 这部影片中用到的所有的游戏的相关的软体 比如说Minecraft 比如说等等等之类的载点 比如说如果我这张地图 我需要用到模组的话 我就会附上模组了 所以当你如果在影片的完整秩序 没有看到任何提供的模组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游戏不需要模组 那光影模组的话 是我额外装上去的这样 所以当你没有看到 就不用再问说这要不要模组了 对 这也是蛮奇怪 因为我一定会提供所有必要的东西啦 我没有提供就是不用了 好 就是这一张进入游戏吧 那我私底下有稍微试玩了一下 我觉得玩起还蛮爽快的 但是它算是一个比较小品的地图啦 所以它的剧情不是很长 然后进来的时候可能需要跑一下 因为它这样的地图 我觉得指令方块用的应该是蛮多的 哦 怎么后面有 后面就突然掉下去了 有点沙哑 哇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非常机械风格的 这我没有装材质包 我没有装材质包 它这地图不用装材质包 那这地图它就是地图内就会直接附上材质包 哦我要怎么讲 就是反正你把地图放进你的save的资料夹之后 它这个资料 呃这个材质包就会在地图档内了啦 反正你不用去动它 你只要把地图弄进来就好了 sittings 呃请确保你阅读了这个书本 然后并且使用了正确的设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 呃这应该是亮度对不对 亮度要百分之百 那视野距离要六到三十二 六到三十二 我用七啦好不好 然后per 等一下我翻译一下 哦它说例子要 呃非常的高哦 那我把这个关掉应该不会怎样吧 我把那个就是柔和化光源 因为这个的话如果开着其实蛮lag的 如果再加上粒子密度的话应该会很lag 我就啊算了啦我还是开最小好了 应该是还好 然后再来就是FOV 等一下我翻译一下 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你主要音量调100%没有关系 然后你要把那个音乐音箱的部分把它关到最小 然后呃天气的话可以二三十拍应该还好 其他应该就还好了这样 好那我再把语言设回来 好的报案让道歉让大家久等了 一定要在各位面前设定这东西 因为我很怕到时候有观众问 其实大家不要不相信 有观众不知道什么是download 一定有的 你不要想说诶我知道download是什么 就以为其他人都知道 没有真的我真的有遇过问我说什么是download的 对好总之呢这两个应该是 哦这个是封闭者 没有啦就是封册的玩家 然后这也是封册玩家 这是作者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一步了这样 好那我们就进去吧 然后他说你有看到这个岩浆吗 如果没有的话请 呃请安装 呃这是材质包的意思吗 反正如果这边有看到岩浆就代表正确啦 然后原本有看到黄色的一个圈圈 哦呦 然后他在青金石 其实你可以用成英文啦 会比较看得懂 但是我觉得没有差对 所以呃其实也还好 你不一定要用成英文这样 然后这边是难度 我们就选简单啦好不好 我们就选简单 我看一下 呃这边应该是更难对不对 更难的话他好像 这样要玩很久 所以我们就选简单好了 好 哇好酷喔 哇 哈啰 在开始之前呢 呃要做一些测试 要对你做一些测试 这什么我看一下 按这个按钮 这好像挡住了不能过去 这个是你的子弹 然后你可以什么 哇好酷喔 哇 超酷的 我可以开枪耶 哇好帅喔 哇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太酷了吧 然后呢 呃其实这些英文并不需要了解啦 就是 反正你就等他 讲完之后 他就会给你一个新手测试的东西 要稍微等一下 你可以随便乱走 等他讲完话这样 OK我们的射击训练出现了 我们就瞄准这些东西去射击他 哇百发百中 诶过了 还有音乐耶 酷 OK 然后呢 下一关测试是不是 呃他说 with the chargebin 什么意思啊 我 诶我为什么是创造模式 保护 right check bug bug 哦是好像是修理bug的一个纸张吧 然后他叫我 射击这个 诶我是用太快了 不见了 那个修理bug的东西不见了 然后我拿到了五十点的 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等一下我翻译一下 哦是五十点的能源哪 哦 啊我刚刚那张纸不见了 被我用掉了 我们全部都开枪射一遍哪 哦他会掉三种能源哪 哇黄色是最高的 红色是最低的 黄色呃 橘色蓝色红色这样 诶我们可以 打boss了 OK开始了 他这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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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地图给关掉 啊等下等下再关好了 你看他这个 地图还有剧情超酷的 有没有这 你看超酷的 呵呵 我们应该是旁边那个 穿红色头盔的家伙 那白色 银色头盔那个应该是我的队友吧 诶干嘛 诶诶 为什么变成一个很像银束小子的东西 好酷喔 其实我不知道银河战士的剧情啊 所以这个小兵背叛我吗 哇还有笑声诶 诶诶好恶心啊 这什么东西啊 我叫Sammy OKboss 哦哦哦 走开走开 嘿嘿 哦 哦 他应该是骷髅 等一下我觉得 呵呵 我觉得音乐有点大声 我切个70%啦 OKOK 哦 诶他被我逼到脚 哦他还会瞬移耶 不是吧 然后那上面的火焰是怎样 呵呵呵 Bug 诶左下角是不是我的血量啊 诶我这样血量不太够诶 不行不行 等一下走开走开 诶不对啊 左下角那应该不是我的血量啊 哦 他变形了 走开走开 哦哦 怎么了怎么了 ,哦 哦 哦 哇刚刚那个,那个座导 哦,等一下 我,我要去吸能量 我怕我血量快不够了 我不知道在这里面怎么看血量 但是 我觉得 被他打几下应该会死掉 诶不见了,哦 哦 他变形了 走开走开 哦 他,他会呼叫火焰耶 哦 他,他现在变成一个看起来像苦力怕的 怪物 诶速度好快哦 走开走开走开 回到中间了 好像回到中间我就可以一直打啦 诶不对 他会掉火焰 OK 他会飞耶 好恶心哦 这种怪物竟然还会飞 哦哦哦哦 我打了他很久 他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啊 诶 他做了什么 哦 他可以 他可以 控制这些 诶哟,好恶心哦 他也变成跟我一样的机器人了 走开走开 哦 他会 他会像音速小子一样这样滚耶 哦 等一下,我要等他停 哦,有了,可以了 哇,他会 他有机关枪耶 好恶心哦 走开走开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然后大家看这个场景 哇,做的超讚的 好恶心哦 OK OK 他又跑到中间了 啊,有那个 有,有能量,有能量 等一下,我要吃能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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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要先吃能量 OK,开始攻击他 哦,他看起来快死了哦 你看他的血量 我已经打了大概 十几分钟左右了吧 哈哈哈 他中间有一直使用一些不同的技能哦 包括刚刚的 就是有点像是 哦,好痛哦 他跑去哪里哦 包括刚刚那个有点像是音速小子的滚来滚去的那种技能哦 攻击力也是满高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已经终于把他逼回原型 然后 然后 哦,赢了 耶 他死了 诶,还没死吗 诶 诶,他变来变去的诶 诶,诶,好微信哦 消失了 诶,诶,我刚刚眼睛是怎么了 诶,好恶心的感觉哦 那是什么 那是灵魂吗 黑暗灵魂之类的东西 超恶的 哦,打过了打过了 就这样吗 OK,过关了 然后,呃 我不知道我这样走下去我会不会死掉 我猜应该会 因为他这个,其实底下都是岩浆啊一些东西 好像没有别的路可以到其他的那个路途嘛 所以我们就,诶,等一下 这边好像有 这边是头到哪里啊 诶,好像有路诶,我可以下去吗 我,我下去看一下哦 诶,不行,会死掉,算了 那应该是往这里啦 哦,一个小空间耶 Thanks for playing 玩完了,就这样啦 哇,好快 对,总之呢 那就是一张小品的枪战地图啦 感觉还不错 然后这边有一些介绍 这个是 Samus 这个是 Gandrada Gandrada 好,不会念 哇 然后他这些英文好像有点用到了那种 缩写的东西 像这个蜡 嗯 然后 哇哦 所以这应该都是他不同的形态吧 然后这应该是最后形态 可是 可是没有打到他 那这张地图大概就这样 对啊,还蛮大的 我可以切个创造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吗 总之感谢这个作者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好了 然后按这个按钮可以重新游玩啦 对 那我觉得这张地图真的还不错玩 就是 蛮小品的一张 就是 枪战地图 哇 大家看一下这个红石量 真的很大 然后 我现在是穿着装备对不对 对 对,没说 我现在是穿着装备 我们再穿回去好了 感觉酷酷的 好 那 总之呢 他用了超大量的 红石跟指令啊 真的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指令的量 虽然没有盘灵谷域那么多啦 但是 其实就小品地图来讲也是真的很多 就小品地图来讲 然后我们刚刚在的那个区域是在哪里 在这里嘛 那我们刚刚是 他刚刚的天气是整个暗的 是他特别设定成晚上对不对 然后现在是早上了 哇 一片和平 我想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进去啊 不行这不能进去 这只是装饰而已 我真的想很好奇这地图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额外的比如说额外的剧情 可是好像没有 对 因为像这东西应该在那种太空的 游戏里面算是一个门啊 像这个应该也是个门 他会打开啊 好酷喔 好酷喔 麦快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不过我猜他这应该是压力板啊 只是他把那个压力板的声音给改掉了 对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铁门嘛 你看 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铁门啊 他会直接这样打开 他并不是把他 从左右拉开这样 蛮酷的蛮酷的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 今天暂时到这里结束啦 对 那如果你喜欢这张地图的话 呃那个载点我有附在影片下方的 记得自己下去看哦 不要说我没有讲 我都有讲哦 好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 记得帮个喜欢 或是订阅或是分享出去 点点朋友喜欢学问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的话 我就更有动力去说话就 按了订阅也别忘记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当在我们每次上传影片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哦 或是开直播的时候啦 那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